刚刚老师如果说你想要用这Voicetube 你点进来 您看他哪一个频道哪一段影片 好,点了 直接选一个好了 假设你要这一段 可是,其实当然他影片是来自YouTube没有错 但是呢,他并不是OneNote支援的影片类型 因为OneNote支援的影音网站只有两个 YouTube还有一个叫Vimeo 那没有怎么办,没关系 他就是网页嘛 所以呢,我们来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边,新增单元 就不是影片,而是网页 这样子我按,储存 点到这里,贴上 有没有一样进来 内容有没有就在下面 他就可以用Voicetube提供的那些功能 这样您了解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所谓的影音 就是说云端平台嘛 对,网页的服务 那像这样就可以 另外刚刚有老师有问到 这个万一改错了怎么办 写错了怎么办 如果你是课程名称错了 请按右手边有个设定 是不是就可以进来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您的是主题的名称要改 找这个地方 有没有编辑主题 删除也在里面 因为他怕你不小心删错了 所以把删除也放在那边 其他的就很单纯 如果这个错了点进去 有没有下面这里也有一个删除 所以说如果你不小心加错了 他的删除都在下面 那我这个已经有一些有主题 有教材单元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发现还not yet 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 因为啊 这是大家很容易不小心忘记的 当你编辑完了 有改变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叫发布 也就是你有改变的时候 等于还等同草稿阶段 你要发布出去 发布了 才算是公开的 应该说公布出去 不一定公开 你可以选择非公开 比如说我 这我的课程 我不想公开给别人看 那就是只有你看得到 这样了解 假设你不想公开 我就把它发布 有没有 这样就可以了 那他就问你要继续 还是回到课程首页 好 我就来到这边 继续编辑 这个时候 你回到外面的这个课程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对不对 刚才是难验 因为你还没发布过 第二个 我刚才是非公开的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锁头 如果是公开的 会变成蓝色的 会变成蓝色的 这样你应该就 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是 我们等于说 我们刚才有去 订阅别人的课程 也有怎么样 你看这里有订阅一个 对不对 也有自己建立一个 这样是OK的 好 所以 这两个都 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来进到群组里面 待会就可以进到群组里面了 来 我把后面先缓解你 我这只给你 我以为你 我来但是 我来讲 我对su 你 那个 你要 开 kom